好 接下来看到109年开始陆续投资花莲太阳光电发电系统 业者向县府申请合法使用的时候 迟迟无法取得县政府的同意 为了解决陈晴的疑虑 花莲县议会26号并且召开太阳光电发电的专案会议 太阳光电发电系统专案会议 26号在花莲县议会召开 超级卵装制裁邀请业者和县府各局处首长 并且针对陈晴的事项来进行讨论 7月7号农委会这个法令颁布之前 有些案长其实我们花莲县政府已经新办事业计划 已经核准给人家了 结果他拿到新办事业计划要去盖的时候 还要拿到花莲县政府的土地变更这个同意书 拿不到 现在就拿不到 现在就说希望主席就是希望县府这边让我们 在7月7号7月之前这些人已经投入的人 他有一条路可以走 就是说让他们到底要怎么来完成后续的工作 最主要是这个 既然前面的这个同意备案是你同意的 那是不是后面的这个设备登记你也来审 那能源局他是说这不行他还是要地方 那既然是要地方可能就我们县府的立场还是需要 各乡正式公所地方这边都没有声音 我们再来做那可能会兼顾的层面比较短一点 会长潘业霞 先议演张怀文 黄欣 黄振沪 黎布什一代表示 既然太阳能源是国家政策 应该在协助业者在合法合情状况之下加以协助 乡正公所就可以依据这个地方说明会的整体性的观感 整体性因为这个地方说明会乡正公所也都会派员参加 这个整体性的结论 我们没有办法看出来哪一个案件是卡在哪里 要给我们一个明细 明细的部分每一个案件现在是在哪里 从什么时间省到现在我们才可以看到问题的存在 这个行政程序一定要透明化 我们看一看里面申请的已经通过了 那为申请不能通过的问题在哪里 请我们行政单位说明的清清楚楚 因为是行政财能权的部分可能业者会认为说 因为行政财能权卡到了我们光电的进行 这可能也是一个疑问 那我们是不是今天就这个业者或县府的两边的这个问题的部分来做公通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快来处理大家的问题 因为这样一直讲完讲去是没重点吗 还有业者然后还有我们的地主 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能够建议在整个相关的问题还没几点之前 从县府到地方要大概一起有共识 来协助业者怎么样把我们的光电的一个一些困难点在一一克服 经过两个小时马拉松社会议 召集人中世才也提出决议 人员政策转移是重要的政策 但是目前在发廉 因为卡到那个地面型的发电 有业者来议会成型 这个地面型的发电 现在有很多地方不合理的要求 所以今天开中安会议 中安会议的结议就是说 希望在去年的7月7号农友所发布新的法律预线的 在法律上受网不救 希望县政府来解决这49年的申请案 那也希望县政府来尽快定制一个地方的知识条例 来解决这些地面型发电的问题 召集人中世才表示 109年在申请设置的时候 中央已经核准使用执照 由于法令修改 把权限下放给地方政府 经过将近一年的流程作业 县府一直不同意 最后抬向欢迎宪议会成情 召集人中世才表示 已经要求县政府奠定制制条例 拿出明期的规定 在8月11号临时会的时候 再送到欢迎宪议会进行审议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